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商业模式怎么做 那重点在次序,次序很重要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画三条直线 然后把一个A4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隔成五个空间,这第一个重点 然后接着部分的时候,针对24的时候 画两条横线,也就隔成上下两块 这是第一个,你要了解,要把这个格式填满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先写的内容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中间的,或者是最右边的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先写中间 也就是说中间的产品或定位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服务或者是价值主张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一场你到底要卖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是卖一个产品 那你本身对生产这个产品的能力很厉害 或者你掌握特殊资源 那当然你可以说你是卖一个产品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进货很多家的东西进来卖 那其实你卖的是一种服务跟专业能力 甚至有可能你卖的是一种体验 所以你要先把界定好说到底你要卖什么 在中间这一块 接着第三阶段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最右边的这一块 那右边这一块讲的就是客户 你要锁定你的客户 也就是说你的客户他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牵涉到说未来你怎么去接近他 包括他看的报纸,他看的杂志 你怎么样让他能够获知你这一项产品讯息 那再来其实客户本身是一块 那他周遭会有很多小方块 就是讲的就是客户在乎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讲说是所谓的客户的痛苦 那我们先写中间这一块再写最右边那一块 接着部分把其他地方补起来 那通常你在写商业模式 最大的问题点都是写错地方 写错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把中间的这一块 他在讲产品的时候 他可能讲到产品旁边的这一块 关键资源或者技术优势 他把关键能力或者说 他今天你的关键资源写到产品里面 那这就是写错地方 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有讲到说 swap分析要怎么写 一样大家对这概念不要写错地方 然后再来的话 你重点你要写完整 完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完整就看到最下面这一块 最左边这一块是伙伴 中间两个上下两个是一个关键能力跟资源 中间是价值 最右边这一个部分的时候的话是客户 客户中间的旁边的这两块分别就是所谓的 你要透过什么样的通路下面这一块 跟跟他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那把这整块写完整之后 再来用财务速写去体现 就是最下面的所谓的收入跟成本的部分 然后当你写一个商业模式的时候 你能够用一张我们今天讲F4Size就是大小的字眼去把你的商业模式描写清楚的时候 那你还要准备我们讲第五项就是多个短时间版本 到时候你才有办法做电梯演讲 或者你上次你才有个这机会去做一句话把你整个商业模式讲清楚 的这样东西 也就是说你本身要多个版本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怎么说 那我曾经听闻过一个作者 他也许他非常有经验 讲商业模式也可能讲了十几年有了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重视客户的要求 也就是说他先自我介绍 讲的都是一些他个人的经历 他们公司的状态 把商业模式放在最后讲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经验太有把握了 他今天不是把这规则类似清楚 他直接就是用Q&A的方式 就是跟客户之间 就是跟学员之间做一对一的对谈 也就是在跟学员一对一的对谈的时候 试着把对方的东西写成一个商业模式 那各位去想想看 如果说你在做课程安排的时候 你可以把商业模式 像我讲这些规则讲在前面 让人家觉得说 其实你东西是很有料的 那事后再去介绍你公司跟你服务 那这样是不是会让客户感觉得更窝心 那第二点 有些时候你在跟客户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多停留的 再加上有很多问答不清楚的地方 那你品质就会很差 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把你过去所经历的十几套商业模式 做成投影简报 像我这样子一张一张一张 来先给各位先做个软场 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像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 让大家有很容易的先建立了这熟悉这所谓商业模式的规则之后 然后再加上很多商业模式的例子之后 然后再要求你的现场听众 大家来做这所谓的商业模式的建立 那这样是不是会更受欢迎呢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 其实讲课它是一种艺术 很多人也许讲十几年了 那但是都没有进步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怎么样建立你独特的商业模式 就算你今天要演讲 你也要建立你自己的模式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